看到惠能大使很了不起 他到黄梅去礼拜吴祖 吴祖问他 你来求什么 我来求做佛 你想想你们诸位到佛教道场 人家问他你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像惠能大使一样回答他 我来做佛的 所以他成佛了 为什么呢 他希望能成佛这个念头 就是他所源于 他没有别的希望 你是这个念力多大 这个力量多大 真的他成佛了 而且时间呢 八个月 他在黄梅住八个月 吴祖一波传给他就走了 离开了 所源于一个念头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其而不识 这是无间运 念念不间断 我就想这 最后他得到了 第二个 法无定心 这个心是将性质 任何一法 自信心 他没有定心 为一切诸法 既为心心 从云而生 从云而生 无定心也 这个心 不是本心 这个心是性质 一切法的性质 没有一定的 他是活的 他是活的 所以这个地方 心一切 从云而起 这个云 是阿赖 是阿赖 阿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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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云 神法 阿赖 第一个是 因缘 因缘 是新线的 真线 所现的 这是因缘 有所缘缘 所缘缘是意识 有无间缘 有真上缘 语言是在讲 华言经上讲 无量因缘 很复杂了 虽然很多 他有条理 他不乱 释迦摩尼佛 在教学方便期间 把无量因缘 归纳为这四大类 因缘所缘缘 无间缘 真上缘 这对我们来讲 很重要啊 我们要懂得 这个道理 佛法许多地方 可以应用在生活上 解决我们生活问题 头一个 亲缘最重要 亲缘是 唯心所现 这是亲缘 唯心所现的时候 他为时可以变呢 那个唯心所变的 就是所缘缘 所缘缘是信息 只要这个信息 你能够保持不变 它就会形成 你所期望的 效果 啊 就是借口 你所希望的借口 啊 比如 我们念佛 啊 念佛所求的是什么 这个主要知道 不是身关发财啊 不是健康成熟啊 啊 更不是荣华富贵啊 念佛成佛 我们求的是成佛 啊 尽忠成佛 用什么方法呢 往生之后到极乐世界成佛 啊 我们求往生 就是求成佛 往生跟成佛一桩事情 不能把它分作两桩事情 我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去的 我们都谈经 看到慧能大事 很了不起 我能看的是 真是佩服吴铁头地 他到黄梅 去礼拜吴祖 吴祖问他 你来求什么 我来求做佛 你想想你们诸位 到佛教道场 人家问他你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像慧能大事一样 回答他 我来做佛的 所以他成佛了 为什么呢 他希望能成佛这个念头 就是他所缘缘 他没有别的希望 你说这个念力多大 这个力量多大 真的他成佛了 而且时间呢 八个月 他在黄梅住八个月 吴祖一波传给他 就走了 离开了 所缘缘 一个念头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其而不识 这是无间缘 念念不间断 我就想这 想求的这个 最后他得到了 得到的说 那是曾上云 无足给他的 这是曾上云 四元居足 国报献金 我们从这个例子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个念头 这个念头有善 有我 善的念头 最后成的善果 我的念头呢 最后所成的是 我报 造我也要四种元 感善 还这四种元 造我也是这四种元 那是那个 所缘缘的念头 不是 所以这个你的会用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点都无迷惑 佛事门中 有求病 阿 尼 托 托 托